大家好,我是阿勇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道令人垂炎欲滴的化水肉片 今后这个猪肉片你不要再下锅炒了 按照我今天分享的方法来做 这个肉片吃到嘴里,滑嫩多汁 孩子和大人都爱吃 现在就跟随我们视频一起来看看 知道美味是如何制作的 首先我们来准备食材 准备200克新鲜的里脊肉 里脊肉肉质鲜嫩 是制作化水肉片的理想选择 这个里脊肉如果不好切的话 我在这里面建议家人 把里脊肉放到冰箱冻上20分钟左右 这样会更好地把里脊肉切成片 现在我们把里脊肉切成2毫米左右的薄片 这也不需要一些耐心和技巧 切的时候小心手 也尽量保持肉片的厚度均匀 这样在腌制和烹饪的过程当中 才能保证肉片受热均匀 口感一致 下面我们把切好的肉片放到碗中 准备一个腌制 在腌制之前我们先来调制一个粉嵌水 准备50克的红薯粉倒入到碗中 再加入100克的清水 将这个淀粉调制均匀 这里要注意的是 调制的粉嵌水不能太稀 太稀的话就会失去作用 调好的粉嵌水我们放在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腌制肉片 首先加入少许的食盐 给肉片入一个底味 食盐不仅可以调味 还能帮助肉片更好的吸收其他调料的味道 接着打入一个蛋清 蛋清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这些蛋白质与肉片接触后 能在肉片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 在肉片受热加热功能当中 这层保护膜可以减少肉片的内部水分的流失 从而使肉片保持鲜嫩的口感 同时蛋清还能使肉片更加的嫩滑 增加口感的细腻度 然后倒入20毫升的黄酒 黄酒不仅能曲情增香 还能为肉片带来独特的风味 现在我们分多次加入调制好的粉嵌水 在加入粉嵌水的过程当中 要不断的抓拌均匀 粉嵌水在腌制肉片的过程中 起着至关重要作用 它会在肉片表面形成成薄薄的保护膜 能够有效的锁住肉片中的水分 防止在烹饪过程中水分过度流失 这样可以使肉片在加热过后 依然保持鲜嫩多汁的口感 不会变得干硬 此外粉嵌水还能够使肉片的质地 变得更加的细腻嫩滑 同时粉嵌水可以帮助肉片 更好的吸收腌制时加入的调料 淀粉形成的保护膜 能够使调料均匀的附在肉片的表面 这样可以增加肉片的味道 使腌制更加的入味 拌拌均匀之后 我们加入30毫升的花生油 花生油在肉片表面 形成了一层薄薄的油膜 当肉片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这层油膜可以减少肉片的内部水分的蒸发 从而保持肉片的鲜嫩多汁 使其口感更加嫩滑 同时在后期处理肉片的时候 这层油膜还能够肉片不容易粘连在一起 也不容易粘锅 使得在烹饪过程当中更加的顺畅 同时也保证了肉片的完整性 搅拌均匀之后 将肉片放到一边腌制15分钟 这一步主要为了提升肉片的口感和味道 准备洗净的金针菇300克 首先切去根部 再把金针菇改刀给它切开 金针菇的口感鲜美 营养丰富 是这道滑水肉片的理想配菜之一 切好的金针菇 我们放到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300克的绿豆芽 绿豆芽清爽可口 与滑嫩的肉片搭配在一起 口感更加的丰富 然后准备大蒜几个 切成少许的薄片 再准备生姜少许 也切成薄片 下面把二者混合在一起切碎 切碎后 我们放到碟子里面 生姜和大蒜具有曲形增相的作用 能够维持到菜肴增添了独特的风味 香葱少许 切成小粒 切好后放到碟子里 再次准备大蒜50克 先把这个大蒜压一下 然后切成蒜末 这个蒜末呢 我在这里都建议大家 切得越细越好 切好的蒜末呢 我们放到碟子里 再准备小米椒两根 切成米辣圈 葱绿少许 切成葱花 现在在视频里头 就看到的有四小点 也就是我们准备好的辅料 接下来开始烹饪 起锅放入少许的花生油 当油温达到六成热的时候 我们放入切好的姜 蒜 葱 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这个酸辣酱汁 这个酸辣酱汁呢 在各大超市和商店都可以买到 也非常方便 炒香后 我们倒入500毫升的清水 把这个汤汁呢 给它烧开 汤汁烧开之后呢 我们放这个金针菇 把这个金针菇呢 先煮上两分钟 让金针菇充分的吸收了汤汁的味道 两分钟后 再放入清洗好的这个绿豆芽 绿豆芽呢 煮的时间不宜过长 一分钟左右即可 一分钟后 我们用肉勺 把金针菇和绿豆芽 控水浇出 放到大碗中 现在呢 我们把实现回到汤汁这里 我们往汤汁里面 加入适量的食盐 两颗白糖 一颗鸡精和一颗胡椒粉 然后把火调成中火 再把肉片呢 散开均匀地放到锅内 这时候家人们会问 为什么要调至中火 因为大火的话 容易使肉片快速凝固 不容易散开 这点上要切记 肉片在刚刚下锅的时候呢 不要搅动 让肉片在汤汁中呢 静置上一会儿 这样可以使肉片的表面的淀粉 更好地凝固 防止肉片在煮的过程当中呢 破碎 中火煮上一分钟后呢 我们把火调成大火 然后轻轻地搅动这个肉片 使肉片呢 均匀地散开 再次煮上一分钟后呢 这肉片已经完全断生了 这时候呢 也不会煮老 然后控水捞出 放到大碗中 最后呢 也把这个汤汁倒入到大碗中 下面把切好的蒜末 葱花和小米辣呢 我们放到肉片上 用热油 破倒掉 瞬间呢 它的香味直接扑边来 这样一道美味的滑水肉片就做好了 肉片入口滑嫩鲜香 全家都爱吃 保证一上桌就秒光 这道滑水肉片呢 不仅口感丰富 而且营养均衡 里脊肉富含蛋白质和各种营养物质 金针菇和绿豆元 则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甜味 如果你想探索更多日常美食 请收藏点赞 安用美食小厨 我将持续为大家带来不同的美食分享